多散步对血管好 医生提醒,50岁后,坚持做这些事或比运动好 50岁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个年龄段的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尤其是在中老年人中 心脑血管疾病成为了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散步作为一种简单的运动方式 被许多养生专家推荐为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 养护心血管健康的方法 那么,散步对血管真的好吗? 坚持散步能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 增强心肺功能 散步是一种有氧运动,能够增加心肺的耐力 提高心肺的功能,随着心肺功能的增强 可以提高身体的氧气供应能力 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促进消化系统健康 散步时,身体会加速肠胃蠕动 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长期坚持散步,可以预防便秘 消化不良等消化系统问题,降低糖尿病风险 散步可以消耗体内多余的脂肪和糖分 有助于降低血糖水平,预防糖尿病 此外,散步还可以提高身体的胰岛素敏感性 使身体更有效地利用胰岛素,增强骨骼和肌肉 散步是一种负重运动,可以刺激骨骼和肌肉的生长和发展 对于老年人来说,散步可以增强骨骼密度 预防骨质疏松,改善心理健康 散步可以促进大脑释放内非钛等化学物质 这些物质能够减轻压力,改善情绪,增强幸福感 此外,散步还可以增加社交机会 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预防肥胖和心血管疾病 坚持散步可以消耗体内多余的脂肪 维持健康的体重 此外,散步还可以降低血压、血脂和胆固醇水平 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多散步对血管好 散步对血管健康的好处可谓是不言而喻 这种简单而又有效的运动方式 不仅能够提高心率和血液循环,增加心脏的攻血量 更可以通过适度的运动,帮助血液更好的流动 从而降低动脉硬化和血栓形成的风险 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在散步的过程中,身体需要不断的运动 这就会导致肌肉的收缩和放松 从而对血管产生一定的压力 这种压力可以帮助血液更好的流动 并且可以增强血管的弹性 血管的弹性对于维持正常的血压水平至关重要 因此,散步也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压水平 除此之外,散步还可以改善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 高胆固醇水平是导致动脉周样硬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过散步等适度的运动 可以帮助身体代谢胆固醇,减少不良的血脂代谢 降低动脉周样硬化的风险 总的来说,散步是一种非常有益于血管健康的运动方式 它不仅可以提高心率和血液循环 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可以增强血管的弹性 改善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 因此,建议大家每天坚持散步 为自己的血管健康保驾护航 血管堵没堵塞,手上有信号 一个动作帮你测测血管的抵抗力 血管的健康问题往往被我们忽视 但实际上,血管堵塞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身体不适症状 手部麻木就是其中一个明显的信号 通常会认为手麻是因为颈椎问题导致的 但实际上,血管堵塞也可能导致手部麻木 当血管堵塞时,血液无法顺畅地流动 导致肢体供血不足,进而引起组织缺氧缺血 这种现象会导致肢体发麻,包括手部和脚部 此外,如果血管堵塞严重,还可能引起脑供血不足 导致头痛、头晕等不适症状 如果你经常感到手麻,不要简单地认为是颈椎问题 医生提醒,50岁后,坚持做这些事或比运动好 散步虽被誉为保护血管的保守手段 但若要真正实现血管健康 仍需多错并举,并根据个体情况做出相应调整 方可取得最佳效果 以下两件事情,对于需要保护血管的朋友来说 其重要性胜过散步,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 俗话说,并从口入,血管疾病也不例外 事实上,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是导致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如果摄入过多的热量和脂肪 这些物质就有可能在人体的血液中累积 长时间下来会逐渐损害我们的血管 此外,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还可能导致肥胖的发生 这对于保护血管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要想保护好血管 我们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 改善自己的饮食习惯 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 随着年龄的增长 血管也会逐渐老化 弹性减弱,容易堵塞 这给身体健康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为了保持血管健康 人们在50岁后应该注意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 坚持规律的作息时间是养护血管的重要一环 每天保持足够的睡眠时间 不仅可以帮助身体恢复精力 还可以降低血压和胆固醇水平 研究表明,睡眠不足或失眠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所以建立良好的作息习惯 保持规律的睡眠时间 有助于保护血管健康 经常做这四件事 血管更容易堵塞 吸烟 烟草中的有害物质可以直接对血管产生负面影响 使血管内壁变得粗糙 容易附住胆固醇和其他废物 熬夜 熬夜会使身体分泌的激素水平发生变化 影响血管的正常功能 长期熬夜还可能导致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疾病 从而增加血管堵塞的风险 压力过大 长期处于高压状态 会使身体的内分泌系统发生变化 导致血管收缩 血压上升 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不按时服药 对于一些已经患有高血压 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的人来说 按时服药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擅自停药或更改药量 可能会导致病情加重 增加血管堵塞的风险 阅读延伸 老年人散步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姿势要正确 老年人应该保持身体直立 收腹 肩膀放松 脚尖向前 不要八字脚或走猫步 同时 手臂自然摆动 不要摆得太大 也不要夹得太紧 步伏要合理 老年人散步的步伏 应该控制在50到60厘米之间 不要太大或太小 如果步伏过大 容易导致身体失衡 跌倒等意外 如果步伏过小 则不利于身体的舒展和呼吸 速度要适中 老年人散步的速度 应该控制在每分钟60到70步左右 不要过快或过慢 过快容易导致身体疲劳和呼吸急促 过慢则不利于身体的代谢和舒缓 时间要适当 老年人散步的时间 应该控制在30到60分钟左右 不要过长或过短 过长容易导致身体疲劳和不适 过短则不利于身体的锻炼和舒展